外交部长王毅和前国务委员戴炳国 最近关于南海问题的讲话是义正言辞 那么这传达出了怎样的信息 另外从杜特尔特最近的表态来看 菲律宾新一届政府能在南海问题上改弦一折吗 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海江问题专家王小鹏的看法 有关方面近期就南海问题的表态 我想充分地反映出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不信邪 不怕邪 不惹事也不怕事 所以我们会坚定地去维护我们在南海相应的各种海洋权利 那么对于个别域外大国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 要介入局势来为本国牟利这样一种行为 我们是坚决反对 菲律宾的前政府阿基诺时期已经把中非关系 特别是南海问题降到了一个历史的兵点 所以这个新政府上台之后 它可能会面临一个政策上的所谓的触地反弹 那么就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菲律宾国内也出现了一些相对理性的声音 那么这种理性的声音呢 不会不对这个杜特尔特政府造成影响 所以呢 就这样的一个情形来看 对于下一步 菲律宾新政府在南海问题上 究竟会怎样表态 会怎样去做 我们还要听见而观其形 那又为什么开始